到底哪一步 开局到哪一步才算结束 进入终局 这个很难划分 我们只能大体上有这么一个划分 就好像一个人到底从几岁开始算儿童 几岁进入少年 几岁进入青年 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说不定这个生理上心理上的这个阶段也会不一样 那么走到现在这样 我的观点就是 开局我大体上掌握到十个回合左右 那么走到这里 实际上是一个终局 开局完了以后 或者可以称为叫后开局这么一个局面 也可以说进入终局 这是一个终局的待审定的局面 那么应该说 红的 拉住他的狙炮以后 那么平时 走到这里 应该说红的这个开局还是成功的 所以说我们刚才讲了 马其金六是讲了其中一个 红的一个变化 我们现在回过头再看其他的变化 红马其金六 那么 黑马其金六 红居九进一 黑四四进五 那么红居九平六 刚才说了 冲兵 退居一抓 冲兵 退居一抓 那么对调肯定是不行 那么能不能回马呢 抓居 回马抓居 黑的 红的如果居二进一 那么他可能会吃下来 你压他 他再吃下来 这个居 马居吃到这里 而不是放到这里拖住他居炮 那么对黑的就会比较有利了 所以你回马的时候红的有这么有 居二推二 居宝住兵 因为你 炮二进是不能走 一走他居六进二 这个 如果这样对调 红居二平三 黑马 假设是 马其进八 那么 红居是三进三 走到这里我们可以 判断一下 应该说也是红的 比较成功开局 因为你看 红的是走了 跳个马 走个炮 两步 居 九进一 九平六 又是两步 走了四步 马八进七 兵七进一 那么走了六步 这步居 最少应该出居上去 算两步 红的等于是走了八步 比较有效的走法 还有八步气 那么黑的才 跳马上向上四 三步 聚一步四步 这个马最多算两步 那么这里还随时要抓 欠一步 这个骑红的 应该说 占的优势还比较大 开局到这里 所以前面的两个选择 黑的冲冰 总是不利 所以说 这个马不能够随便离开位置 所以黑的比较有力的走法 炮一轻二 浸泡河口 对这个马有所呼应 因为你现在如果再 不能够跳马 它也会拉的 那么这一步骑 就是放在这里以后 将来冲兵抓 抓鞠的时候 他就不能够走 鞠二退一了 因为那个炮放着 所以这个开局到现在 应该说是 一步两步三步 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 开局到这个八步 以后 红的现在选择 一个是冲中兵 争取 一直冲下去 来打击他这个马 还有稳当一点 就是鞠二退二 那么也进入了另外一个 就可以说是后开局 或者是说将进入终局的 这么一个待审定的局面 那么这种课题 应该说 我觉得应该让给 有兴趣研究全盘传说 或者专门研究 终局的传说的人 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 这个开局的形状 到这里为止呢 就是说双方应该说都可以下 炮一进二应该还是一个 比较关键的正确的走法 好 我们现在再放回去 刚才说了 这个马七进六的走法 那么大概跟大家介绍了 那么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 泡拔平球 对局 这个红的可以选择对调 也可以平 这个但是比赛中 很常见的就是平 平局压码的 因为什么到底跟相其的发展 是有点关系 因为以前相其全国性的比赛 或者正式的比赛不多 那么表演多 那么如果在表演的时候 你马上把局对调 这个局面好像看起来就简单一点 那么观众不大高兴 所以说 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局压码 确实平局压码的变化 也会比较多一点吧 平局压码 黑炮 九退一 早期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有常见的有这么一个走法 也是居八经二 那么黑的 红的会泡泡瓶气 如果是马八经气 那么就黑向飞向 那么就还原成另外一个开局 那么红的现在是马八经气一种 还有一个泡泡瓶气 那么泡泡瓶气 黑向只有向三进五 那么以前曾经出现有一种所谓叫这个布局陷阱吧 就等于也可以说叫布局陷阱 就曾经等于是骗招 不飞向的 那可以大家来观赏一下 怎么骗的 黑炮二退一 不理你 那么 红冰七进一 肯定要冲过去了 黑炮二瓶气 打狙 红狙三瓶四 黑狙 八进六 四个现在一个要过来压你的马 那么你如果马八进九 那么它冰三进一 白吃 因为这个泡保住马 所以你必须这样 冰七进一 吃下去 那么它就居八平了 现在 红的可以用冰刺马 或者炮打马 那么布局陷阱 也就是这两步 这个陷阱现在哪里呢 就是说到这里为止 红旗如果对这个旗掉以轻心 或者没有经过深入的研究 那么很容易掉落陷阱 不管你现在是 冰七进一刺 那么它炮九平三 打过来 要打你的像 你如果随便躲开 它这个 还有个炮又能过来打 那么两个像就麻烦了 出问题了 那么如果说 你现在是用炮打马 黑的就炮七平三 拉住你 那么你如果炮七平一 打掉 它打底像不行 那么你 底像要保 你补个四 或者走其他的 比如 走这样回马的 那么它炮三进二 一打病 抓狙 然后炮九平三 那么黑方明显的反线 怎么开局就成功了 这样看起来 如果这样 红的会占优 那么为什么后来 黑方都大大多数 不敢这么走 因为原来 红的可以有一步 可以先回马 先躲起来 我把底下先保住 要吃你的马 那你这个马躲不躲呢 你如果比如 如果军一平二 那我就炮七进 打掉 吃掉你马 你